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就是废除了斯托雷平土地法 这个临时政府最高土地委员会就是由社会革命党主持的 当时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切尔诺夫是临时政府的土地部长 或者说是农业部长 这个列宁曾经以前曾经高度赞扬切尔诺夫 说切尔诺夫是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说他是代表着民粹派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这样一个潮流 说他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只是时间问题等等等等 那么切尔诺夫在某种意义上也还保留了一些民粹派的东西 而且尤其是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下 1917年2月革命从政治上来讲是实现了共和制 从经济上来讲 那就是废除了斯托雷平市的分家主张 俄国的土地改革或者说土地革命 其实俄国的土地革命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开斯托雷平改革的倒车 就是把斯托雷平要废除的农村公司重新建立起来 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早在二月革命以后已经很明确 二月革命就是老百姓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清算 那么在这场改革 在这个革命中 斯托雷平主张的那一套 基本上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那么在1917年2月 临时政府最高土地委员会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废除了斯托雷平土地法 如果说列宁要主张的那一套 就是所谓的否定的意见 也就是说他就是要给斯托雷平添乱 那么到这一步 这个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就是这个否定已经完成了 已经到了该说是的时候了 但是列宁此时并没有因此抛弃 他以前所讲的民粹派的乌托邦 我前面提到他讲 他在斯托雷平时期曾经讲过 在现在政治解放是中心问题的时候 民粹派的乌托邦要比自由派的乌托邦进步 但是到了政治解放转变为经济解放的时候 也就是革命已经成功了 已经到了落实某种土地制度的时候 他说这个时候 民粹派的乌托邦就要比自由派的乌托邦更反动了 但是真正到了政治解放完成以后 列宁却并没有因此就抛弃民粹派的乌托邦 相反 1917年4月他从瑞士回国 做的第一件事 就召开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会议上 他就提出了一个主张 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而这个革命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实行 列宁自己说的 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 赵超的土地法令 按照社会革命党人 刚领规定的方式 解决了土地问题 这是列宁又一次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列宁这个四月提纲 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列宁回国以前 当时留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 当时我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 布尔什维克这个组织 基本上当时是一个类似于 那个所谓海外民运分子一样的组织 基本上是由政治侨民组成的 在国内的人很少 那么这些人在1917年2月发生 沙皇垮台的这个时候 他们几乎都认为 这是俄国从专制走向政治民主 走向宪政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现在的任务就是要 打垮保皇派的反扑 进一步的完善民主 但是列宁一回来 就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他在那个四月提纲里头就提出了 一系列以前从来没讲过的那些主张 这个主张是当时的很多人 又面临了一次大转变 又面临了一次大转弯 那么列宁当时就明着讲 他说我们现在要接受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 而且我们要说社会革命党是这个纲领的背叛者 列宁这个时候仍然告谢传党 对民粹派仍然要痛骂 民粹派是坏蛋 这一点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坏蛋的理由有了完全不同的内容 以前我们说民粹派坏事坏蛋 那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不好 现在我们说他们的是坏蛋 那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很好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背叛了他们原来的主张 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了他们的主张 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 如果不反对民粹派 不把民粹派一个巴掌打下去 我们就不可能夺得领导权 但是如果我们还要说民粹派主张的那套东西不好 那么我们以后要搞的那套东西就很难出台 按照列宁的说法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列宁其实很多主张都是这样 把别人的主张接过来 然后就把别人给干掉 在理论上实行杀人越祸的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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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政策 列宁是 他是理论上是经常承认自己是错的 但是政治上从来他就没有错过 那么 这个我前面曾经给大家讲过 在斯特利明改革以后的 不是在那个2月 以后的这个时期啊 俄国的政局在 急剧的激进化 所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实际上根本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 因为在从2月到10月 俄国曾经有过五届临时政府 根本就不是一届 而这个五届临时政府 整体上讲是一届比一届更左 整体上是斯特利明改革崩溃以后啊 俄国的政治局势就是一个雪崩式的局势 那个时候大家都争相忠先恐后的比赛激进 用用那个卢森堡的一句话说 说是这个 这个 地世界杜马 也就是所谓的最反动的宝皇杜马 夜之间就变成了革命派 就像下沙皇叫板 要求把沙皇掀下去 然后以后就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的确是大家谁都没有想象到的一种 一种局面 列宁本人 也是没有想象到 这个俄国 这个历史的 这个 这个 历史上这种关头啊 这种戏剧性的关头啊 的确是很多的 是吧 我前面曾经给大家讲过 这个列宁 早在2月以前的一个月 他还曾经讲过说 我们这些人可能要老死在国外了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一些老人 列宁当时只有四十几岁 他就自称是老人 说我们这些老人 可能看不到革命了 但愿这个下一代的 这个俄国人可以 可以看得到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 这个俄国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是谁都没有料想到的 那么 以后的这个 这个我前面给大家在讲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提到过 于是 当否定的概念变成肯定的概念时 列宁不仅没有回到社会民主派的立场 反而从准民粹主义走向了超民粹主义 俄国发展的普鲍鲁市道路被他所激起的革命所粉碎了 但是俄国并没有因此走向所谓美国式的道路 就像列宁当年曾经许诺的那样 而是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公社世界 而且这个公社世界比起传统的公社世界来 他对共同体成员的属负保护能力 对人的个性的压抑能力都要强大的多 因此到了十月以后 人们如果看到1898年 普雷汉诺夫批判民粹主义的时候 写过的一篇文章 就会有很深的感受 列宁在1898年写的那个批判民粹主义的那本书 叫做我们的意见分歧 其中就提到 民粹派所主张的革命 很可能会带来三种后果 这三种后果在普雷汉诺夫看来都是很可怕的 而且都是开历史的倒车的 什么后果呢 第一种 说完成了的革命 可能产生一种政治上的畸形现象 有如古代中国帝国或秘鲁帝国 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亚西亚生产方式 按照当时的说法 古代中国就是这样 实际上古代中国是不是这样 这个另外一回事 普雷哈诺夫也好 列宁也好 马克思也好 都不是中国史专家 这个中国历史上搞的是不是共产主义 这个我们姑且可以不去管它 但是马克思那个时候是这样认为的 古代东方都是国有制 没有私有制 但是又专制的不得了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这个 那么印加帝国 就是现在秘鲁的那个印第安人 这个印加帝国呢 他的确是搞土地国有制的 而且也很专制 那么他认为民粹派搞的革命 搞成功了 可能就搞成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类似于亚西亚生产方式 类似于那个古代东方那样的 这个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一个 皇帝专制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第二 他说 那时在我们面前的 也就是和我们现在一样的乡村公社 全部差异指在于 革命以后公社所有的土地 相当于现在的三倍 或者分化的慢些 因此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势 扫清道路也就更慢些 他讲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势 指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资本主义 他说 这个革命成功以后 我们将会变得比原来还要倒推 这个公社对人的属负 要比传统的公社还要厉害 这个传统公社是属负个性的 但是民粹派革命以后的公社 比原来更厉害 因此我们要打破这种东西 要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势 普雷哈诺夫讲的这个所谓 更高级的社会形势 实际上就是1991年 俄国人又进行的一次选择 但是那已经是70年 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普雷哈诺夫当时说 民粹派如果搞成了 我们就会 就会 就会 就会那个 损失更多的时间 结果果然像他讲的那样 就损失了70几年 这个因此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势 扫清道路也就更慢些 是吧 一慢就慢了70几年 第三 他说 第三 在革命以后 我们回到了自然经济 那么我们将实现相对的平等 同时西方也将不能影响我们 是吧 这个俄国的进步 按照普雷哈诺夫的说法 一直是一个西化的过程 是吧 就是向西欧学习的过程 是吧 他说 但是民粹派的革命一旦成功 中国 俄国就会开西化的倒车 是吧 就会 那个走向那个 古代东方的那种局面 是吧 就就就就那个 接受西方 那个进步思想的影响 是吧 就会受到很大的困难 是吧 果然在 1917年以后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局面 是吧 一直到70年以后 是吧 然后俄国又一次出现 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 那个西化的那种局面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普雷哈诺夫当时这样说的时候 他认为 他组织的这个政党 是有义务阻止民粹派的这个企图的 是吧 他认为啊 民粹派的人民革命如果搞成了 就可能会产生这些后果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阻止这种后果 但是实际上 具有逢刺意味的是 这样一场人民革命 不是由他所批判的那些人 是吧 什么 激活米洛夫啊 什么 沃隆佐夫啊 什么 尼古拉丹尼尔逊啊 是吧 什么 米海洛夫斯基啊 是吧 等等 不是由这些人 而是由普拉丹尼尔逊自己的学生们 完成了 是吧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啊 就是列宁 是吧 因此啊 在1994年 俄罗斯曾经传说 是吧 有一个普拉丹尔逊的临终遗嘱 在这里头把列宁给大骂了一顿 是吧 而且说这个 列宁干的这个事情很糟糕 什么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临终遗嘱啊 其实照我们看来应该说 这个文本是肯定是假的 是吧 是一个政治游戏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普拉丹尼尔逊到了1918年的那个时候 他是1918年年底去世的嘛 在1918年的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是陷于那种 那种老年痴呆 是吧 他不可能有那种很 已经不可能有那个住宿的能力 是吧 而且实际上也已经口齿不清 也就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留下什么 长天大润的遗嘱 是吧 而且这个遗嘱啊 看过的人都说 他对俄国历史的预言实在是太准确了 是吧 把这个以后的一段一段历史 几乎都 这个普拉丹尔逊他也不是神仙 是吧 但是普拉丹尔逊的确是有一定的预言能力 是吧 你看看他讲的这个人民革命的可能后果 是吧 这个预言能力就很强 是吧 只不过 那是更早 那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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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拉丹尔逊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讲的 是吧 当然他不可能讲得很具体了 是吧 但是那个那么具体的预言 大概也不可能有 是吧 因此啊 这个普拉丹尔逊的所谓政治遗嘱 看起来肯定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真正的这个这个这个历史文献 但是 这个政治遗嘱 如果要说他的观点的话 其实俄国很多学者都指出 这个政治遗嘱讲的观点并不新鲜 就是普拉丹尔逊不断的讲 讲过好多次的观点 是吧 只不过这个文本显然是 作为什么遗嘱呢 显然是 那个那个那个 编出来的 这个这个肯定 普拉丹尔逊肯定没有立这个遗嘱 但是 这个遗嘱所反映的思想倒是 的的确确就是 就是普拉丹尔逊的思想 这个普拉丹尔逊的这个 这些说法 实际上也就是 俄国马克思主义 他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背反 也就是说 他本来一开始就是要 就是要阻止俄国走向这个方面 是吧 但是最后 就是他的 他的那些第二代的那些人物 是吧 这个这个 反而就是 是吧 就是就是实际上是使俄国 走向 这个所谓的人民革命的 是吧 恰恰就是 普莱哈诺夫自己的 是吧 普莱哈诺夫自己的 那个那个 那个 学生 其实列宁本人也是这样 我前面曾经提到 列宁当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他不断的讲 说当时的社会革命党已经出现了向社会民主党学习 向马克思主义靠拥的趋势 是吧 表现在三个方面 是吧 第一就是主张资本主义是进步的 是吧 反对 那个那个 关于 等等等等 我在前面曾经给大家讲过 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是吧 那么 但是 列宁当时讲的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过程 后来成为他自己卡断了的一个过程 是吧 按照他的说法 最集中的体现了民粹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趋势的那些人 后来都成了他的敌人 是吧 不愿意转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 后来都成了他的朋友 是吧 而相应的 恐怕人们有必要写这样一篇文章 就是马克思主义到民粹主义 是吧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是 如果说切尔诺夫这些人是 是体现了所谓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是吧 那么列宁这些人 恐怕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到民粹主义了 因此 1924年列宁去世 列宁主义这个名词 也在同一年 在俄国的 在苏俄的传媒中大量出现 1924年 列宁去世以后 布尔什维克的很多领袖就写了很多文章 总结列宁的一生的理论贡献 也就在那个时候开始 苏联出现了列宁主义这个名词 列宁生前是没有这个名词的 那么列宁去世的时候 很多人总结列宁贡献的一本代表作 就是1925年出版的 基诺维也夫写的一本书 题目就叫做列宁主义 这本书到了90年代已经被移成中文出版 大家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那么基诺维也夫 这个人当然也是一个列宁在理论上的一个接班人了 当然后来他不久就被斯大林干掉了 这是以后的事 但是那个时候 他是列宁思想的一个解释者 那么在基诺维也夫写的 这个历史的话 这个列宁主义这本书中 就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叫做奇怪的历史化妆舞会 他说当年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这场论战 我们今天看起来就像一场奇怪的历史化妆舞会 这是吉诺维也夫的说法了 他说当年民粹派指责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罪名 什么罪名呢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为资本主义的 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辩护 是吧 是原始积累的歧视 是吧 是主张私有制的 主张那个那个 主张那个那个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主张市场经济的 是吧 他说这个这个 这些人是坏家伙 是吧 他们主张这些西方个人主义的这些东西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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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